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大数据的 有智能制造 物联网的 非常多的台湾很多优秀的创业团队在报名 那在台湾出赛领选出12队的一个优秀的团队 那这12队的优秀团队将去大陆成都市 那跟大陆的创业团队一起来做一个交流的一个比赛 因为我的学经历的关系 我希望可以把我所学可以把它呈现在我现在自己想要创立的公司上面 我们公司主要是在协助台湾的当地的品牌 做网路上的宣传还有曝光的服务 那会选择这一次的创业大赛原因是因为 就像我们在帮我们的客户寻找通路 还有寻找曝光的这些管道一样 我觉得这个创业大赛给了我们所有的创业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把我们现在身上有的这些 不管是很独特的服务或者是很纯熟的技术等等都好 推广到成都去 身体的规划其实是一步一步过 像刚刚主要有提到的世界干细胞 我们接着效性测试完以后 明年都就可以开始进行申请专利 成都还有整个四川的市场非常的大 那我们的产品终究是最后要走向市场端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青年创演员与原志大学合办这次比赛 就是希望借此能够为台湾青年在创业的发展上 给予支持与帮助 我们每一队都提供两张的免费的来回机票 并且有五天免费的一个四川考察的交流之旅 那其实更重要的事实是未来这些团队 如果有决定要到大陆再做一个创业 那我们在他创业的部分 我们可以提供他三年免费的办公室 一年免费的一个台湾的宿舍 并且在大陆一些资金对接 市场开发上 我们有创业导师顾问去协助他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除了提供创业奖金外 也安排了五日四川成都金融镇园区的交流之旅 园区内聚集了西南交通大学等二十多所大专院校 一百多所科研机构 四十多家创投及金融机构 更提供一站式企业育成工作 为创业者开拓国际誓言 我们在大陆从事的充钱投资多年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孵化源的部分 可以协助很多台湾人的新年 他把它很好的技术 很好的项目 用一个很好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 那表达出来 那在不管是在市场开发上 不管是资金的一个融资上 那未来在大陆都可以更顺利 我们每年都会在台湾的一个 举办一个创新创业交流大赛 我期待跟鼓励 今天观赛的一个同学跟创业青年 未来也能参加一个比赛 尝试实现你的梦想 海峡创业园 再加上跟当地合作 配合专职辅导港澳台 包括台湾的所有青年 到成都市落地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台湾的年轻人 不管是在早期的孵化 到后期至今的一个需求 市场的需求的加速的阶段 甲台青海峡创业园 都可以一站式的 帮他辅导完成 在每个创业阶段 提供不同的资源协助 包括工商登记 市场及资源取得等企业服务 辅导创业者取得资金及融资 给予青年成功机会 目前的服务板块 最主要有三块 一块是青年的一个 高科技的一个创新发展 还有一块是生物医疗的方面 另外一块就是影视文创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台湾企业 会到四川去投资问路 那我们亚台青 很愿意在这一块 来多协助一些台资企业 目前已开发到第二期的园区 在未来会持续 与台湾学校合办比赛 为台湾青年提供更多创业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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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